大家好,又开始做下午饭了,我大舅嫂子在这里挑剪这个大米,我丈夫娘在那边切菜,我也是刚回到家里面啊,我不知道这是做的什么,牛肉,土豆,洋葱,西红柿, 那牛肉看得很清晰啊,我不知道他们买了多少钱的牛肉啊,因为我出去的时候,给我老婆留了这个2000卢币,我说让他们就是买菜啊干什么留着用,2000卢币肯定用不完对不对,我大舅嫂子现在还没生多吃点肉, 多吃点肉补一补,原本说,这30号,医生让他生,因为他抛妇产嘛,然后他死活就是不生,他说过了年再生,医生跟他说可以了, 啊,也就是他之前就是抛妇产抛的太多了,基本上都是一年多不到两年一个,这一次只有,呃,两年啊,两年刚领三个月,所以说,医生也建议他最好是早一点抛妇产,因为早一点抛妇产,对他的这个伤害很小一点啊, 因为他的这个,因为他的这个,伤口啊,本来就没有长,长好,然后以前就是经常抛妇产,现在目前来说已经抛了四次了啊,再抛就是第五次了,八年抛了五次,你想一想,什么概念, 还有一个小孩儿是,上一次他说的是第二胎啊,还是第一胎啊,啊,没有存活,腰折了啊,所以说,现在他这个,小男孩刚两岁几个月, 我女儿睡觉睡醒了,睡下午觉, 哎呦,走,我女儿睡了一个多小时,马上两个小时了, 站起来,妈妈,爸爸,哎, 哎,袜子,哎,我老婆在睡觉,好,爸爸给你穿袜子, 牛肉已经上高压锅了, 我丈母娘,吃的这个是那个,和鸡蛋卷差不多啊, 我现在抱着我女儿呢,不能让我女儿看到, 牛肉在这锅里面, 我大舅哥回来的时候买了每人一个,我没有吃,我不喜欢吃这个东西,因为这里面全部是奶油啊,我没有吃, 牛肉已经上锅里面了,很快就煮熟了, 我女儿手里面拿的饼干,也是我大舅哥回来的时候带的, 你的饼干呢,饼干啊,看,这个和那个,爸爸不吃,这个和那个马饼差不多啊,酥饼差不多,给爸爸呀,看我女儿掰了一点,要给我, 我,刚刚他要往我嘴里面喂,我跟他说我不吃, 然后就掰了一点,放到我手里面来了, 安吉拉,吃, 爸爸不吃, 谢谢,谢谢,谢谢安吉拉让爸爸吃饼干,谢谢, 好了,好了,爸爸不吃了, 我这衣服上面被他,被我女儿搞掉的这个饼干渣子, 我丈夫娘开始切土豆,放到那个牛肉里面了啊, 看土豆, 我不知道他们是要做这个手抓饭,还是要单独的就是煮牛肉吃, 应该是做那个手抓饭吧, 如果说单独的这个做这个牛肉吃, 我大舅哥女儿看到, 然后又哭,又想吃牛肉, 她不能吃, 所以他们做的最多的就是把这个牛肉摘到饭里面去, 然后摘到饭里面去让他女儿吃饭, 不让他吃牛肉, 吃了容易吐,反胃, 特别难受, 看,土豆放进去了, 煮一会儿就行了, 把土豆煮面就可以了, 我老婆这两天肚子痛啊, 有点不舒服, 这几天我老婆不舒服, 所以, 今天我丈母娘做饭, 我大舅嫂子刚才一直在帮忙, 现在去, 应该去卫生间了刚才, 我们看一下做的怎么样, 颜色还不错啊, 我大舅嫂子开始做那个米饭了啊, 米饭在另外一个锅子锅里面啊, 另外一个锅做米饭, 然后另外一个锅做这个牛肉, 到最后牛肉和这个米饭啊, 合在一起, 然后再蒸一会儿就行了, 再不然还有一种吃法就是, 把米蒸熟, 蒸熟之后, 这个牛肉汤直接倒, 倒进这个米, 大米里面啊, 也就是说, 把大米放到盘子里面, 碗里面, 最后, 然后再把这个牛肉汤, 打一勺出来, 放到每个人盘子里面放一点, 这样搅拌着吃, 他们大部分都是这两种吃法啊, 牛肉和米饭参在一起吃, 要么就是煮牛肉煮米饭, 单独放开, 然后到最后混合着吃, 其实这两种吃法味道不太相同, 他在哄着他弟弟玩, 嗨, 嗨, 哈喽, 现在太冷了, 他们两个依然是光脚, 不穿鞋, 看这里有买的这个新拖鞋, 棉的, 不穿, 然后上一次, 我每人给他们三个人买了一双鞋, 他们也不穿, 光脚已经习惯了, 现在还好, 现在是下午6点20左右啊, 温度还不算低, 等到10点钟左右, 那时候温度, 那基本上就是五六度啊, 到后半夜的时候, 最冷的时候, 两三度, 好了,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录制到这里, 非常感谢大家, 收看我们的视频,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,